我们一直希望破除的一种观念就是觉得哲学和我们的生活离得很远 刚刚在上没有关系 其实它和我们的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 它是融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的 如果我是一个高中生 比如说我已经进入大学 我在学习其他的专业 那孙老师一直也很致力于发展这个都市教育 也致力于这个哲学的学科的普及 那如果我想学好哲学 或学一点哲学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可以给到 我们对哲学感兴趣的同学呢 我们这个学员的话呢 他就做了蛮多的这个工作 我们和这个复旦副校 复旦中学 和这个比如说我们举办这个中学生哲学夏丽宁 我们在大学里面 这个通知教育里面有很大的一块是这个哲学的板块 复旦的这个哲学院的话呢 还做很多这个关于哲学的这个继续教育 我们有什么哲学大会啊 哲学课堂啊 这些就是面对公众的这样的一些 很多都是这个公益性 我们的老师 这个其实他的教学科研 包括这个学院的这种行政的这种工作都很繁忙 但是的话呢 他们还很愿意拿出这些事件来 做了这样大量的哲学普及的这些工作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因为这不是很容易的 因为很多人可不愿意拿出这些事件来做这些工作 其实哲学是非常需要的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 他能够做的比较中正一点的话 他就要有强大的这个反思的能力 但是的话呢 反思这件事情 不是说我想反思就反思 就是你干一件事情 你跟别人比较一下 他都这么 我要比他更累 那不叫反思 那叫攀比 这个反思他是需要这个训练的 然后呢 他需要有这种基整点 那么来这个 重新来思考我们的生活 也就是苏格拉底讲的这个 未经这个审视的生活 是不值得过的 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工作 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 无论是我们的学习 他都要有这种强大的这个反思能力 而哲学的话呢 是建立你这种反思意识最好的一种途径 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就是刚才讲了这个 哲学的话呢 就是一讲就是这个高头讲章 不讲文化 写的字都认识 但是呢 这个书从来就看不懂 不知道再说少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进入到哲学的专业 为了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话语体系 来做的这些这个工作 那对于一般的同学来讲的话呢 其实现在也 还是有很多的 其实包括在国外 针对少儿的 针对青少年的 这些读本都有 他不给你高头讲章 就是从生活里面 从这个你的生活经验里面 引领出来 当然在大学里面的通知教育 比如复旦的 有这个哲学板块 我们那个哲学板块里面的话呢 那个时候还是王杜峰老师订的 我也很同意 你在这个读大学期间 就起码读过一本哲学书 而且的话呢 是那些经典的 就都是非哲学专业的 你起码读一本 有可能是古希腊的 有可能是中国古代的 也可能是当代的 当然的话呢 那个哲学家要足够大 他的这个论题的话呢 也不要太专门化 职业化的这些论书 还是比较苦放的这些论题 那么还是刚才那句话 就是让你领略一下 这个哲学家 他是怎么来思考问题的 他在什么样的层面上 来思考问题 他是怎么来推进他的问题的 就是你起码 你是有第一手的这个经验的 你不能说 我看了些二手的 看了些情供图物 觉得很有意思 就起码看过一本 我还是觉得挺有道理的 那如果是真正的 就对哲学很感兴趣 就要过一种智慧的生活 他就报够了哲学系 那这样专业的同学 进行哲学学习的时候 你觉得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首先的话呢 这个读哲学的话呢 它是一个长线的活 我们就经常是 大部分的时候是 读的时候很起劲 一出来之后就没啥用了 就像那个 比如我到一次到政协 去做个演讲 有个起码在乘上 孙老师讲的很有道理的 当然你看我的企业的订单 这个企业订单 你看这个完不成了 大概就得加一本加点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你说你这种东西 都是废话 你这些东西 对我企业有订单也没用 但是的话呢 就是我们很多思考问题 它有层面的嘛 就是你的问题 就不由我来负责来管 就刚才讲了 哲学家是以人类为 这个基本单位来思考问题的 以那个企业的这个事 当然他们管理的 然后他有很多 微观的这样的一些 管理的这个技巧 可以来推进这些工作 但他都不属于 一个哲学的思考的范围 哲学的话呢 他思考层面又高 面对的人群又普患 思考的问题的话呢 又长远 但是我们每个人 都生活在当下 这个就很糟糕了 就你会发现 我就没用 读到起劲 但是就没啥用了 但是的话呢 你如果对这个 就是纯粹的这种 智慧这个生活 很感兴趣的话呢 哲学还是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我这个 其实很没用的 本科就进复旦 八十年 你想想看 算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了 完了 就是三十多年了 然后 这哪都没去过呢 就是死科 对不对 你说那个 你从人生经验啊 生活的丰富多彩啊 从各方面来讲啊 这个很差的 人家哪都去过 从事过各种专业 然后呢 这个人生好精彩啊 我也承认了 确实 而且那个 基本上 就没离开过这个 以复旦为中心的 这个方圆一里地 这个 最远处的 我比较长 然后再往南边一点 就回家了 就是你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天地很小的 大人士的话呢 你看包括康德 他也没结婚 就是他就在 一辈子都在 那个 跟你吃饱 他也挺乐 就是 他为什么乐的话呢 就是你会发现 你的那个内战世界 他是无穷无尽 我今天就 我就去希腊 德 我就去罗马 德 我就去十七世纪的英国了 我就去十九世纪的德国了 我就在那个 科学之界的领域了 我就跑到这个艺术去 你会发现 我哪都没去 我其实这个 一个无限的这个世界 都在我的头脑中 如果你喜欢这种生活的话呢 就大概 就可以来 从事这个哲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当然我只是谈 我个人的感悟 就 大概在四十岁之前嘛 就老大想 我怎么没这么自己想法 反正你看啥 你就发现 人家都讲过了 讲得比你好 讲得比你深 讲得比你透彻 会让你很绝望 我这辈子就这么绕进去了 但是的话呢 就这个人文学课 我自己感觉 就他那个积累 他是要积累的 就你想这个 比如你数学 你要聪明 然后你就是趁着年少 脑子好事 这个很多就是 他的天才就解决了 人文这个很少 就是很少 比如像莱布尼斯 这种人挺厉害的 谢灵这种人很厉害的 他大概很年轻的时候 修末 大部分呢 这个我为什么给我一个 自我安慰呢 比如我研究这个霍布斯 四十岁的时候 就是他刚刚喜欢追求 特别也算是大气往前的 这个莱威那时的话呢 他都退休了嘛 出了第一本 就是这个像模像样 的一本哲学书 所以呢 因为我研究的这些哲学家 都是所谓的晚成的 所以说呢 给我很大的一个安慰 觉得还来得及 起码对一部分的 研究哲学的人来讲的话 他其实要积累 积累的那个时间 还挺长的 这个阶段的话呢 就是我自己感觉 就是你要情思 在细节上 我们还是可以推荐 很多问题 慢慢的话呢 时间长了之后 在一个领域里边 大概能够有一些 处理蓬通的感受 然后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 你好像能够推进一些 东西的这个时刻 所以说很多同学 可能读完博士 就刚刚属于这种 学徒出师的这个状态 博士只是我们 做学术工作的一个起点 对你的学习生涯来讲 它是最高的 但对于这个学术工作来讲 它刚刚开始 但是我们很多朋友 都是博士读完之后 感觉已经非常疲惫了 然后学术热情 已经浇灭了50% 这个肯定不对 博士毕业之后 应该刚刚开始 我终于明白该怎么做了 刚刚到这个地步 但是我们哲学训练的 整个过程里面 肯定也是会有一些 很艰苦 因为很难 这些书看上去很枯燥 要把它啃下来 是需要一些精力和耐心 需要一些毅力的 那就是正在攻克 这些难题的这个同学们 感受学的这个 快乐的同时 感受这些艰苦的 这些同学们 孙老师有没有什么鼓励 第一个的话呢 首先是一定要找这个 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就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快乐的时刻 和你纯粹时刻 那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说一定是 一件事情是 你要在里面感受到乐趣 然后你觉得 这里面你有所得 也没这一点的话呢 后面这些付出也没啥价值 就是这个 第二点的话呢 肯定是苦 尤其是我们这个 哲学博士的问题 你能把别人的思想 搞清楚就很不容易了 很可能这个 你搞得还不太清楚 搞清楚完了之后 而且还得选择一个 就是别人没讲过的个点 这个很难的 就是你得玩 别人的东西都看过之后 看完之后 你就觉得很绝望了 都讲过 然后呢 在这个细节上 你还能有所推进 比如说我培养学生 读个文本 读下来的话 你得给我做笔记 你用送信给我写 就是严格的 逻辑的重构 不是说我看完之后 你给我做个很简单的 一个概括 一个浓缩 一步一步的 去把它重构出 就像理工科那种 实验复现一样 对 然后呢 这里边的话 你会看到 如果你想这个问题的话 某些步骤 你觉得是应该的 当然他没讲 是他漏了呢 还是他作为 他的这个预设 或者说那个前提 或者他理所当然的 还是呢 就是其实这些部分 是不太遗忘的 就是你只有这么 很细密的话 才能构成 我和你之间的一个对话 然后呢 我让我的学生的话呢 用凯题 你随便 有任何的感受 就在你当下 你把它写下来 这样的话呢 一呢 就是我就是 一步步来跟进 然后呢 我就跟你在一个层面上 来思考这个问题 但同时的话呢 保持你的活力 就是你看我一个中国人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背景 我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然后对这个问题 你看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 我觉得你很没有道理 我根本就不是这么想 你别慌 哪怕你面对柏拉托尼 怎么写 你面对黑盖怎么写 你面对海德盖怎么写 就你别整天想 哇 只有这个了不起的 他也是人 我也是人嘛 所以也是要和他们去对话 对对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保持你的活生生的东西 只要这个东西是你的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哪怕和别人是有类同的地方 他也是你的 在这个意义上 他也是独一无二的 说不定某天 这个觉得人说的不对的地方 就变成了自己的动静 对对对 就这样 好多都是这样的 就是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是人 我也是 他对世界有这个看法 我对世界有这个看法 但是反正 我看你不顺眼很容易 只要用我的这种东西 来跟你较量 那不简单 这个就是要训练啊 要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积累 那孙老师眼里比较理想的 哲学研究者的生活 是什么样子 因为现在大家主要就是感觉累嘛 累呢 肯定是累的 就是现在呢 有太多的外在的 你自己想想看 胡适写了多少东西 这海德哥写多少东西 马克思写多少东西 然后就我们想想看 你做终植的 这个朱熹写多少东西 他肯定都累了呢 然后你想那个 王阳明他写东西不多 但是他干了很多事 就是累的话呢 它是必然 还是那句话 就是如果你喜欢 是你内在的 都是你想干的 就会好点 这个内在很重要 当然呢 我们现在的生活 是按照外在来设计 所以怎么样尝试去平衡 迅速研究和生活 和这个身心的调养 首先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得喜欢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一旦你喜欢之后的话呢 你就敢于拒绝 你就敢于去限制 否则的话都是外在的 没有趣味 都是因为你没有内在的东西 没有你真的喜欢的 没有你真的在乎的 没有你真的愿意花功夫的 所有的话呢 都是为了高考 为了进个大学 好大学 为了有个好职业 为了怎么样 不对的 是应该冒出来 就是哎呀我喜欢 我让我看书 我憋不住要行 憋不住要讲 憋不住要干事 这样的话呢 外在的看都一样了 但那状态就很不一样了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用哲学来解决今天的思想困惑呢 可能还是要在领略 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之后 帮助我们反思 帮助我们做出判断 然后勇敢地说 我就要这个 我不要这个 这样可能是一种智慧的事 对 就是读则学是帮助你强大 帮助你自己强大 就是在最小的意义上来讲 能做的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